Hello大家好久不见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最新的PUE的优化指南 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分区的建议 在安装的时候 点击options就可以自定义分区了 然后这里有很多文件的系统 在PUE7.0还引入了btrfs 然后如果你有RID的需求的话 就选择ZFS 一般来说的话 选择XFS或者是ext4都可以 假设你现在硬盘是200GB 如果你的内存够大的话 就可以不用填这个交换分区 我一般都是不点的 因为我有16GB的内存 然后接下来这个root分区 就是PUE的系统分区 你给它这个20GB和10GB都是可以的 就比如说我这次给它这个10GB 然后接下来这个mini free 它就是创建磁盘块照用的 然后你可以设个10GB和20GB都是可以的 或者不是也可以 然后接下来这个maxVG 它就是数据卷了 就是你虚拟机存放的位置 然后现在200-70 我给它设个190GB也是可以的 OK就这样 接下来我们来到extra 行进规划画 名字就叫PUE 然后主机地址就是你设定的 就比如说我是10.0002 然后确定就好了 双击连接 账户名就root 记住 输入密码确定 它就已经连接上了 接下来我们来到中国科技大学的 开源金箱账搜索 还有PEE 7.0 都是基于这个系统而研发的 代号是Bossi 接下来我们先备份下金箱列表 先cp就是copy的意思 copy这个金箱列表 然后再空格 然后再点BAK 把它备份到这个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编辑一下这个圆的列表 我可以先删除 然后用nano命令 编辑 如果你没有安装nano的话 可以用vi 用vi或nano都可以 我是比较习惯nano 接着回车进入 然后复制这段 接下来在这下面还要再添加一行 这个是给非订阅用户用的 接着呢 Ctrl O保存 Ctrl X推出 接下来我们要注释一下企业软件源 在上一条命令后面输入一下字段 然后在最前面输入警号注释掉 然后按Ctrl O保存 Ctrl X推出 在编辑好圆的列表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更新了 如果你现在没有联网的话 这个操作可以后面再说 如果你已经联网的话 现在就可以更新了 输入apt get updat 这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的金箱列表 然后再加上PV的那个没有订阅的列表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个是完整的系统升级 Y 好了 更新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重启了 输入 R1BOT reput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配置直通 这是很多人非常感兴趣的 就比如说我现在添加一个PCI装置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下面有很多网卡 对吧 这些都是给直通的 那么呢 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编辑下Gweb Nano到这个目录 接下来在快乐后面输入这一行 启用英特Io MMU内存管理单元 如果你是AMD处理机的话 把英特改成AMD就好了 就像这样 AMD 好 当然了 我是英特 输入完之后呢 我们Ctrl O保存 Ctrl X推出 然后接下来要更新下Gweb 接着我们还需要编辑下模组 Nano到这个目录 然后在这下面呢 添加4个VFI 添加完之后呢 按Ctrl O保存 Ctrl X推出 接着呢 就给重启了 接下来教给大家的是 如何在Pu里面安装OpenWrt的虚拟机 首先呢 我们需要上传一下这个AMD的镜像 当然我已经上传好了 好 MG后缀的镜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输入这函命令 把这个OP.MG 转换成虚拟磁碟 我已经转换好了 就像这个样子 也就是你在新建OP虚拟机的时候呢 不要新建虚拟磁碟 直接删掉 然后呢 新建好虚拟机之后 再把这个OP.MG镜像 转换成OpenWrt的虚拟磁碟 从这个磁碟来引导 先创建好虚拟机 再把镜像转换成磁碟 再从磁碟引导就好了 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BIOS 如果你要搞直通的话 就选择这个UEFI 然后你的OP的镜像的固件 也要选择EFI的固件 OP的安装教程呢 我已经出过了好几期 这次呢就不再讲了 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虚拟机的优化 在这里我新建一台虚拟机 名字就叫Win10就好了 然后作业系统这里呢 选择Win10的安装镜像 然后类别 选择Microsoft Windows 版本10 然后系统这边的话 基本上默认就好了 然后如果你要安装的系统 是非常老的 就比如说 英特3C主板之前的系统的话 就可以选择Q35 然后BIOS 因为我不搞直通嘛 所以说默认的CBIOS就好了 如果你要自动的话 建议选择这个UEFI 然后SCSI控制器 默认的Win10的SCSI就好了 这是性能最好的了 然后呢QEMU Agent 这个要勾选 待会我们要用到 然后如果你要安装的是 Windows 11系统的话 建议选择勾选这个 TPM增加TPM 磁碟的话 选择CTA或者SCSI就好了 如果你选择SCSI的话 在这里还可以勾选 还有SREIT 还可以增加性能 在这里我选择CTA就好了 分配个50G的硬盘 然后SSD模拟的话 它可以把你的硬盘模拟成固态硬盘 不过我已经是固态硬盘的话 所以说这就不用模拟了 换取的话 在这里你可以预设 或者说Rideby都OK Rideby的话 它的读写性能会更高一点 当然了 比较不安全 接下来CPU这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选择双核四核都可以 内微的话 建议选择host 宿主机的内核 待会安装好系统之后 它显示的CPU型号 和你的主机的型号是一样的 接下来记忆体这边 可以选择固定的 获得出动态的 固定的就像这样 固定2GB 如果动态的话 比如说最小5月2 最大2048 网络的话 防火墙关掉 然后型号的话 不要选择这个 建议选择wordl半旋律的话 这个是性能最好的了 其他都不用考虑 第一个是英特尔的前兆网卡 第三个是比较老的机型 比如说2003年 Windows XP之前的 然后最后一个是VM虚拟机 也可以把它当做万兆网卡 不过默认wordl就够了 性能最好了 后面我们确认就好了 好的 我们已经新建好了一台匈理机 但是在启动之前 我们还需要到 Fedora的手册界面 点击这个链接 下载wordro启动 点击之后 它会跳转到Github的这个界面 可以下载稳定版 或者最新版 我已经下载好一个稳定版的 并且已经上传到 这个储存local里面 可以看到我的Win 然后接下来 我们需要增加CD装置 储存local so wordl win 增加 增加好之后 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启动向 在这边 开机顺序 编辑 默认的第一个启动向是硬盘 没错 然后第二个就是Win10的安装程序了 然后这个第三个的话 那头我不需要 然后第四个就是这个wordl启动 然后如果你想让这个系统开机自起的话 可以勾选这个开机后自动启动 我的OpenWRT已经勾选了这个 wordl可以增加虚拟机的性能 然后安装QEA没有Get Agent之后 还可以增加PVE和虚拟机之间的互相通信 还可以在这里显示虚拟机的IP地址 然后关于Win10如何安装 如何加载wordl启动的话 我之前的视频有讲过这里就不讲了 不过还是可以稍微再演示一下的 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我现在Win10没有联网 对吧没有关系 我们这里右键点击设备管理 你可以看到以太网控制器是没有驱动的 我们点击更新驱动程式 然后浏览这个wordl的镜像 你可以看到一盘wordl 你可以浏览整个让它自己慢慢找 就比如说现在这样 下一步它就开始搜索 然后就开始安装了 这就安装好了 红帽的wordl以太网适配器 然后就已经连忘了 然后也可以正常访问网页 QQ农场也连上了 背包 道具 我要使用一下那个手套 环境手套 使用 然后呢 全部收货 那么呢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